本月有三个峰会要开 12月7号到17号在沙特阿拉伯要召开中国沙特峰会 中国海河会峰会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这三个峰会里面 其实中国和海河会的峰会是最为重要的 预计也是能取得最大的成果和影响 我们今天来简单的聊一聊中国和中中国家日益走近的意义 在刚刚结束的珠海航展上 沙特成了中国武器的大买家 买下了彩虹无人机 激光系统等先进武器 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 沙特连中国打包的合成驴也要买三个 虽然中阿之间的军售订单并不多 这才预计才40亿美元 比起特朗普时期 沙特一次性跟美国的3500亿军售来说 简直就不值一提 但是毕竟它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前几个月在拜登访问沙特之前 沙特的王储萨勒曼提前就放出了风 说是要保证中国未来50年的能源石油供应 而拜登亲自登门访问 结果却落了个颗粒无收的局面 这一正一反的对比颇有意思 当然了 这并不是意味着沙特就要弃美投共了 只是显露出了沙特的执政者 对于民主党政府的反感 当然也有可能 未来共和党执政之后 沙特和美国的关系又好起来了 这都很正常 我们不能指望国家之间的关系 就一定是非黑即白的 跟我好 你就不能跟他好 这是小孩子过家家 沙特跟美国的关系 是中阿关系的一个阻力的变量 这个阻力有的时候要大 有的时候小 但是最重要的是 不管阻力是大是小 中沙的关系都是在持续的往前走 无非是走的快点和慢点的问题 这就是个好事 这一次中国和沙特的峰会 我们不能光把眼光看到能源问题上 也不要只是关注到人民币 对石油的结算问题 我认为这次峰会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 是沙特越来越多的 把自己国家转型的希望 放到了中国的身上 换句话来说 沙特是想要借助中国的力量 来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 试想一下 你知道有一个贵人 能让你实现财富自由 而且这位贵人也愿意去帮助你 那么你对这位贵人的态度 就可想而知了 即使说有人想挑拨你俩之间的关系 甚至是你的亲人 想要挑拨你俩之间的关系 那估计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辣 当然了这只是打一个比方 中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 是合作的关系 它不是谁赐予谁的关系 众所周知 沙特现在是全靠着那点石油过日子 但是沙特的政府也不是没有远见的 现在新能源已经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石油也总是有挖完的一天吧 那总要给自己找条退路吧 2016年沙特开始执行2030愿景的改革计划 以此来推动沙特国内的经济转型 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以前沙特不是不想转型 是因为转不了 沙特跟着美国好多年了 但是美国是不可能帮助沙特经济转型的 要帮早就帮了呗 美国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就搞马歇尔计划 帮助欧洲复兴 还服侍起了以色列日本和韩国 为什么不帮沙特呢 是因为沙特不需要帮助吗 恰恰相反 沙特是比谁都着急 沙特的体制成本是很高的 对内要解决大量的王爷发福利的问题 还要对本国国籍的公民发福利来买忠诚 对外呢 中东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沙特为了国家安全 也不得不花天量的冤枉钱 来买装备交保护费 将近一半的军费开支 还是为了以色列 而以色列呢 背后站的是美国 美国扶持个以色列 沙特还得给美国交保护费 你说可笑不可笑 总而言之吧 沙特的体制成本呢 这都是硬性的支出啊 如果说不转型 三五十年之后 那沙特的体制成本就无法靠石油收入来覆盖 那就是必然的全局性的崩溃啊 所以说呀 沙特下定决心经济转型 那是玩真的啊 哪怕以全面得罪民主党政府为代价 也是在所不惜 而且呢 沙特的王储很聪明啊 骑墙战术玩的一个叫风生水起啊 跟俄罗斯保持关系和合作 一起来组成一个垄断的联盟 不仅跟俄罗斯合作 同时呢 也跟美国的石油集团一起发财 还在搞点美国的高科技 两头通吃啊 跟中国是越走越近 一方面卖能源增加收入 另一方面呢 导入基建和工业产能啊 甚至呢 还跟印度跟土耳其合作 强化关系 增加收入 但是最重要的是跟中国的合作 沙特你不管怎么骑墙 跟谁合作都是为了短期的利益啊 但是要想实现长久性的经济转型 那就只能依靠中国 当今世界上 既能给沙特提供巨量的石油收入 同时又能给沙特提供基建 和工业扶持的国家 那只有中国印象 这一点上不光是沙特自己明白 全世界都是心知肚明的 以上我们说的都是铺垫啊 在了解了这些铺垫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中阿峰会的重点在哪了 那就是在这次峰会上 我们看沙特又把哪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项目 交给了中国 当一个国家呀 把自己的未来交到我们手中的时候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为一些乱七八糟的消息给干扰了 什么沙特跟美国的关系又走近了 那都是鸡毛蒜皮了 暂时的乱流 是阻挡不了滔滔江水的方向的 这就是沙特跟中国的峰会啊 我们就说这么多 接下来中国跟海河会的峰会 我预计啊 中国这一次跟海河会国家的自贸协定啊 会在这次峰会上取得重大的进展 这个自贸协定很重要啊 从2005年就开始谈了 这都谈了17年了 也该谈出个结果了 希望借助这次峰会的契机能够取得巨大的突破 如果说中海自贸协定能够取得突破 可以说呀 这三个峰会啊 所有的成果加到一块 也没有这个有意义 所以说我们 就重点的去关注中海峰会就行了啊 中海自贸协定如果说签署实施 那么海河会国家的市场基本上就属于中国了 我们中国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海河会国家的门槛啊 就基本上为零了 大家知道啊 自贸协定就是为了规避贸易壁垒 基本上所有的自贸协定的目的啊 都是把关税降到零啊 取消非关税壁垒 让人员物资服务资本 尽可能的不要受人为的干扰 依靠市场的力量吧 进行最优化的配置和自由的流动 海河会国家都是些什么国家呢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黎土豪嘛 这都是有钱没地儿花的主 本国呢又没有什么有优势的工业支撑品 那么一旦说跟中国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美好的事情呢 海河会六国的消费品市场将会被制优价廉的中国商品占据 而且这是单方面的 只有我们占领他们的市场 而海河会国家对于中国的市场没有办法做到反占领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工业支撑品嘛 自由贸易就是这样 谁在某一方面强 谁就能通吃受益 当然了海河会国家也不是光吃亏的 中国商品的丰富啊 能够丰富他们的本地市场 同时呢也能够降低他们的各项成本吧 我们呢也会同步的啊 向他们开放市场 比如说旅游之类的吧 不过总体来说 目前还是我们的数益呢要大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说中海自贸协定谈了那么多年的原因呢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 我们自己国内的消费能力很有限 如果说没有庞大的海外市场啊 对我们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海河会国家的消费能力 虽然不能说跟欧美相比吧 那总比非洲要强多了吧 在这个风气云涌的今天呢 你多开拓一个市场 那就能多交一些朋友 这是中海峰会我们要期待的 至于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峰会 说白了也就那么回事吧 我们可以期待 但是不要抱太大的幻想啊 阿拉伯国家的范围太大了 而且他们之间有着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纷争啊 没有办法对外发出同一个声音 中国虽然同单一的阿拉伯国家 基本上都能做到关系不错啊 但是和一个阿拉伯的整体来进行对话 难度显然要大得多 能谈的话题实在是有限 也注定达不到像沙特和海峰会那样的深度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有人高兴 有人担忧 那今天的节目说完之后呢 大家自然知道了是谁在担忧 随着美国无力维持单极的霸权啊 全球地缘的政治格局也在 也在逐渐的向着多极化演变啊 中东也不例外 沙特自不必说 近段时间呢 就连伊拉克也对中国是频频的示好 那意思很明显的 中国你可别忘了啊 我也是属于阿拉伯国家呀 中阿峰会你可别忽略了我啊 就这些附庸美国多年的海湾国家 相继对中国释放善意啊 和积极信号 那这对于美国来说肯定不是个好消息啊 所以说美国一定会担忧 虽然说中阿峰会在中东安全方面呢 也许谈不出什么 中国曾经举办过两次中东的安全论坛 加上这一次中阿峰会 也许呢 能够进一步将一个多边主义的理念呢 深入人心 让中东国家来掌握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权 自主的搭建兼顾各方利益的安全架构 这种理念是美国一贯的零和博弈思维给不了的 希望吧 这是这一次中阿峰会能够取得的成果吧 这一次中阿峰会能够取得的成果 这一次中阿峰会能够取得的成果 阿峰会能够取得的成果 阿峰会能够取得的成果